烤到表皮焦黄一刀切开 绵密豆沙线塞满满 鲜蛋黄口感扎实浓郁 距离中秋节还有段时间 不少烘焙业者已经开始卖蛋黄酥 消费者也开始抢订 像中山区的名店被称为蛋黄酥界爱马仕 一颗要价98元 月初开放预购每人限购5盒 开卖1分钟就秒杀 顾客看好时间陆续取货 但不少人发现今年的蛋黄酥价格更贵了 像是离记去年涨到65元 圣玛丽去年涨到80 今年维持不变 顺程蛋糕的蛋黄酥去年一颗涨1元 今年一口气涨到67元 而博二加小小涨到53元 有点贵 好像快比变单贵了 合理啊 因为现在物价都上涨 只是从市场交易价看 鸭蛋从去年到现在价格都在60块上下 并没有明显涨幅 业者解释一颗蛋黄酥不是只有用鸭蛋 其他会用到的原物料 奶油涨2到3成 面粉豆沙内馅也涨1到2成 更不要说还要加上人力电费 像奶油啊 还有人力啊 成本包装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在涨 过去月饼曾经被说是最不受欢迎的礼盒 适合艺人独享的蛋黄酥 却逆袭成了节庆网红食物 不少消费者飞尽心力 就为了抢到一盒知名蛋黄酥 似乎也让价格水涨船高 只是一旦消费者觉得没有这么高的品牌价值后 就可能把蛋黄酥打入冷宫 热潮过后如何让消费者稳定回购买单 才是店家长久经营法则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